这是真实拍摄于1998年5月23日 萨达姆长子 中东恶魔乌带给伊拉克球员颁奖时的实录画面 这也是他在1996年被暗杀后的罕见露面 在此之前人们纷纷猜测他在被暗杀时 身体遭受严重残疾 甚至不能走路 但此次他的出现 打破了人们之前对他残疾的猜测 而他之所以会出现在巴格达的这场球赛上 全是因为他的身份 他曾任伊拉克国家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 从1984年就开始主管伊拉克的体育 但对于伊拉克的运动员来讲 乌带并不是一个好的领导 为了用漂亮的成绩 来博得自己父亲萨达姆的欢心 乌带对待运动员的方式可谓是十分残暴 他不仅历史先河般地创上了体育监狱 还将那些未能在国际比赛中取得胜利的运动员 进行惨无人道的折磨和独岛 甚至最后再残忍杀害 这些行为都是乌带的家常便饭 以至于很多运动员在接触他时 内心都会恐惧 以至于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画面 这些运动员在接过乌带的奖牌后 内心并没有表现得很高兴 反而透露着一丝严肃和谨慎 现场除去乌带本人的效益最大外 他身后的其他人员都是一脸严肃 仿佛下一秒乌带就会变灭 所以此刻做好万全准备 时刻警惕着 而根据有关资料记载 乌带残害运动员是习以为常的事 被他毒打致死的运动员们 更是多达50位以上 可见乌带中东恶魔的称号 是丝毫没有夸大的